战略认知,也就是中美究竟是要做伙伴还是要做对手,是中美关系的根子问题,也是双方每次都要谈的问题,这次也不例外。 中方强调,中国是一个有着5000年历史的东方文明,是一个14亿多人口迈向现代化的大国,是一个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社会主义国家。 大国争霸逻辑,冷战零和思维都不是中国的DNA,也不是中国的行为方式。 中方乐见一个自信开放,繁荣发展的美国,同时希望美国也能积极正面看待中国的发展。 迪克扭扣扣好了,中美关系才会真正稳下来,好起来,向前走。 如果美国总是把中国当作最主要对手,中美关系就只会麻烦不断,问题重生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